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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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生一定有着新的人生观 新的人生观是活泼的、乐观的、坚决的 二、一个新生一定有丰富的学术、学识 来源于正确的理解、仔细的观察 三、一个新生一定是有纪律的生活、严格理解、忠诚待人 四、一个新生一定有果敢的毅力、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和黑暗阻挠斗争 五、一个新生一定有高尚的品格、不欺骗人也不欺骗自己 六、一个新生一定是勤俭的、自己能做的事必须自己来做 能什么费用则必须节省 七、一个新生一定是乐意助人的、不可自私自利、随时牺牲自己为了大主 八、一个新生一定是朴实的、不唱高调、不浮华、切实努力于工作和事业 九、一个新生一定是爱国家、爱民族的、同时也是爱父母、师长、爱一切可爱的人 十、一个新生一定有着高贵的爱情、要始终亲爱、谅解、安慰这甜蜜的爱人 三、你以为这十条太空洞吗?你以为这十条太空洞、太广泛吗?或者是太夸大了? 是的,一个人绝对难以同时具备一些十条 但是不愿把它作为我的十块指路牌,努力地向新生猛进 好,谢谢,谢谢 我这个新生四条 我这个新生四条 对,你呢?我是新生四条 新生四条 十、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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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好 来,说说你这个新生四条是什么 加一点 第一 我觉得就是自己的理想一定要与国家相口 要实现自己对于国家的一种热爱 表现出来国家的梦想与自己的梦想要联系在一块 要遇心接受别人的意见 学习才能让人进步 这也是作为我自己的一个别人学习的一个基本的信念 三 作为一名电影学院的学生 我希望能够认真地研究自己的功课 让自己的业务能力提高 四 然后回家看看 能够配备自己的家人还有我的爷爷奶奶 真的一言没定 我觉得虽然只有四条 但是这四条都特别的实际 特别的受用 我希望他的这四条 人生的希望或者是人生的目标 也能够成为我们年轻人共同来遵守 或者追求的一种目标 青年星则国家星 我记得就在前不久 人民日报 有一封写给广大青年的开心 信中大概这样写道 你的梦想有多雄起 中国就有多美丽 但青年龙 马来越远越来越多 这便是最好的中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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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努力 希望坐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哈哈 这是当年毛泽东主席 继续青年的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在归根结底是你的 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朝气和火 都好 所以我刚才说 见到俊凯就像看到了我们昨天你还不信 是吧 当然一上来说你开玩笑说 问题是一个学霸还是学渣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我知道 陈一斌当年真的是一个学霸 他学习非常好 而且他有很多种选择 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属于地点 因为他有一个梦想 他就让三峡大坝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叫平湖出平湖 是这么说的吗 平湖出高辣 平湖出高辖 是叫高辖 出平湖 在高辖出平湖 你看这也是宣渣的 高辖出平湖 其实这也是孙中�т先生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当中终于实现了 所以我相信在你这代年轻的动作当中明天的动作一定会更强 尤其他最后的这一条我特别的高兴 也只是一个十多岁的青年 最后一条是要尝试回家看的可以给自己的动作 我比如说警察会说在你工作的时候 或者说在你网路的时候 在你追踪自己人生目标的地方 我们总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说出我们回家是因为什么 但真的想想就在这一千一万个理由当中 我们的鼓励天天都很清楚 也许有一天你真的就没有做我们 所以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在追求自己梦想的头时 也去愿意愿望回家的梦想 他们其实很简单 就是想见到你多说说话 陪他们做你做 谢谢大家 牠突然觉得成因微的 把人亲自相像 她真的都很帅气 人家太 würden败了 你看青年里都是一样的 这一条一海 英俊帅气 真是 未来充满了希望 多好啊 哎呀 我为什么会长这么快呢 好了 今天来的都是年轻人 咱们这样跟我一块到那边